中文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说 就是中国有很多的明星 因为吸毒 就是特别是吸大麻 很多人被抓起来了 对啊 一个接着一个 对那有一些人被抓 其实应该说大部分的明星吸毒被抓起来以后呢 大家这个我们说公众都觉得 他这样是错的 很不应该怎么怎么样 甚至就觉得对他很失望 但是最近被抓起来的一个 是台湾的演员 年轻的一个男生呢 很多人就原谅他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长得很帅 很好看 很可爱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啊 就是一个看脸的社会 是啊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啊 别让看脸蚕食社会风气 看脸呢 就是说 只要长得好看 做什么样的措施都会被原谅 对不对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现象啊 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篇文章呢 它的题目就是 不要让看脸蚕食社会风气 那蚕食的意思是什么呢 蚕食的话 就像那个蚕宝宝吃东西 一点一点的 嗯 一点一点的把社会风气给破坏了 对吧 是的 好 那我们先来听听今天文章的第一段吧 最近网上又冒出一句流行语 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 意思不难理解 点出却有点复杂 台湾演员柯震东因吸毒被抓 成为舆论焦点 一票粉丝纷纷表示 依然膜拜男神 只要痛改前非 我们还是爱你 话说这本来也没什么 粉丝对明星的爱 多少都有些盲目 然而又有人指出了 网络舆论上的不公正 同样因为吸毒被抓的演艺圈人士 不止柯艺人 但很多人被抓后 网友给予的待遇可不一样 恨之物之奚落之更甚 有人道破天机 如此待遇之别 无非因为柯是帅哥 一个好相貌可以冲淡他的罪过 所以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 长得好看 连犯了错误都值得原谅 看脸社会的说法 多少有些调侃 其实无论是谁 无论偶像分量有多重 声音有多美妙 作品有多受人欢迎 法律的天平都不可能 为其增加一丁点额外的砝码 小众的粉丝可能看脸 法律才不会看脸 好那我们刚刚呢 是听到了今天这篇媒体文章 开头的一段啊 他又说这个最近网络上 冒出一个新的流行语 就我们前面说的 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 对吧 对 然后就说柯震东 因为吸毒被抓 然后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舆论焦点 那焦点我们知道就是 大家都在关心的这个事情 对 就在这个点上 那舆论呢 其实就是说公众还有媒体 对吧 这个就是舆论 好然后呢 接下来用了一个量词很有意思 说他的一票粉丝 一票粉丝 粉丝当然就是支持他喜欢他的人 对 那么一票这个票 我们说你要买一张火车票 一张票啊 但这里的这个票呢 他其实说的是一群人 对对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以前 精细我们说爱精细的人 那种票有 对有关系 可能就是从那里演变而来的 对是的 然后他的一票粉丝呢 依然膜拜他 哇 膜拜这个男神 嗯 那么膜拜呢 我们一直用在 比如说你进神啊 或者拜一些 呃 非常值得崇敬的那些东西 对 膜拜 嗯 这个词就是一般是有宗教的含义 是的 那但是现在日常生活中呢 好像只要是个长得好看点的男的女的 他就是个男神和女神 然后就有人膜拜他 对不对 嗯 好 呃 他的很多粉丝就觉得只要他痛改前非 我们还是爱你的 嗯 痛改前非这个成语啊 嗯 痛改前非呢 就是说你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 呃 以前做过的错事 对 这里的一个非 就是说的以前做过不好的错的事情 对 好 那但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呢 就是也让一些人觉得不太公平 对吧 嗯 是啊 既然他们都犯了一样的错 为什么对那些男神特别优待 对吧 嗯 对 那对于一般因为吸毒被抓进去的明星 很多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嗯 那个文章中这样说啊 恨之 物之 奚落之 哦 看到这个之我们就知道可能是比较中国文言文古代的一个语言习惯啊 嗯 现在有的时候在书写的中文里还是会用的 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语气而已 对 那这里说的呢 就是很恨这些明星 这个物就是讨厌他们厌恶对不对 然后奚落其实就是有一点 呃 呃 不予理睬 对对对 不踩他们 嗯 好 呃 那么有人呢就道破天机了 说这样区别的对待就是因为有人长得好看 有人长得不那么好 因为他们是帅哥 对 那道破天机 这个成语他的意思呢 这个天机好像就是天上的一个机密 只有老天知道的秘密 对 那如果你把这个秘密道破 这个道破就是把这个秘密说出来了 对 嗯 就是道破天机 大家都知道 嗯 好 那呃 我们再来听听今天文章的第二段哦 看看写文章的人他对这件事是什么样的看法 不过看脸社会这个新说法 人生人与人间新的不平等可能不容忽视 David 我觉得写文章的人可能自己长得不是很可看 所以他对不对 他就觉得心里很不公平 有点酸葡萄心理 真的真的 好 他刚刚那一段话呢 他说 看脸社会这个新说法折射出一些人头脑里面 一峻遮摆丑的思维定视 嗯 这个一峻遮摆丑啊 好像也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 嗯 一峻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人他很漂亮 这一点 对 能够遮盖他身上其他的丑陋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 其他的缺点对吧 对 那还有一个说法很像 叫做一白遮白丑 啊 一白遮白丑 对 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皮肤白的这种追求和喜欢 就觉得你长得五官不漂亮没关系 只要白看起来都是很美的 嗯 好 那呃 还有一个说法叫思维定视啊 思维就是我们脑子怎么想 这是我们的思维对不对 对 那么定视呢就是我们这样想的一种固定的一种模式 一种方式 嗯 是的 嗯 然后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以貌取人的态度 对吧 的确如此 以貌取人 嗯 用外貌来决定这个人的好坏 对 那这个英文里有一个叫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对吧 我们中文里面就是 Don't judge a person by his looks 对 不要以貌取人啊 好 那呃呃这个写文章的人呢就觉得以貌取人会为一些很坏的行为一些伤风败俗的行为呃作为免责条款啊嗯我们先来看一下伤风败俗 嗯 伤风败俗 那么这里的伤和败呢就是说呃把它弄坏了 伏败了 伤害了 对 然后风和俗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呃一个社会的风气啊一个民族的一些道德观啊 对对对这个俗就是说的我们大家长久以来所相信的一些东西对吧 我们的一些呃传统啊 那伤风败俗这个概念我觉得也是很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嗯对吧 比如说二十年前女人什么穿衣服露出那个肩膀的都是伤风败俗对吧 好那呃呃他说这种什么一郡遮白丑以貌取人的观点呢会为伤风败俗的行为作为免责条款啊 嗯免责条款好像买东西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啊 对免责条款就是你这个东西买了回去因为你没有就是我们说使用不当造成它坏掉了 那你不能去找卖东西或者做东西的人他们就把责任给免掉了对不对 这个叫免责啊那免责条款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既然讲到伤风败俗 我们这个文章里面呢他有举了一个中国古典小说里面的例子啊 说到他这个里面是很伤风败俗的 但是呢也因为这个人长得漂亮 现在我们反而原谅了他 嗯赶快来听听这一段故事 greetings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trivia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become an intermediate Chinese speaker using the Chinese pod app is it a. the rest of your life b.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c. three months or d. Chinese pod has an app yeah you should already be in ooh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ree months that's righ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to register for your access to over 4,000 lessons get the Chinese pod app now on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水湖里的潘金莲和西门庆通奸是商风败俗的典范 可今天好多影视剧都打着爱情的旗号给他翻案 真的是因为爱情吗 就像聂甘努曾经写文章说 潘金莲这种人的爱情永远都像着西门庆 而不会像着五大郎 而五大郎不过是为被戴了绿帽的可笑代表 他实际上点出 一些人对权势与容貌之间的勾肩搭配 往往容易采取默许 乐见其成 甚至推波助澜的态度 如果我们认可了为潘金莲发案 我们是否也在为那些二奶小三证明 如果我们认可那些年的帅哥主演 戏毒更值得谅解 我们是否也变相承认了 只青春引发的那句颇为无奈的调侃 丑人没有青春 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 不漂亮的人是不是也没有爱情 没有工作 没有生活的对等机会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对个人而言 好的容貌可以让自己更受欢迎 带来更多好处 但容貌也仅仅是容貌 不是才能 更不是德行 人们更应该注重内在的修炼 对社会而言 相貌不能成为评价一个人的主要标准 也不应该成为就业的门槛 对公众舆论来说 对美丽的欣赏 如果变成纵容 任由浮躁的看脸 蚕食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 那么我们所创造的未来 一定不那么美丽 他提到的是水浒里面的潘金莲和西门庆 那水浒当然是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之一 里面有两个人物 有一个女的叫潘金莲 还有一个男的叫西门庆 他们两个通奸 通奸其实就是说 可能他们两个都结婚了 或者有一方结婚了 但是两个人还在一起 这个叫通奸 对就是双方意愿上都会互相在一起 在历史上 他们是很反面 很negative的两个人物 是双风败俗的典型 典范 但是现在很多人的观点 甚至是比如新的水浒的电视剧 或者什么的 就是给潘金莲翻案了 对啊 因为觉得潘金莲 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 对吧 然后她的老公五大郎 又是又矮又挫 对吧 又穷 对吧 所以说觉得好像从某种方面来说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子 应该找到更好的归宿 这样子 所以这里说的翻案 它的意思呢 这个案就是 比如你没有做错一件事情 但是你被冤枉了 对吧 被抓起来了 然后呢 过了N年 过了很多年以后 又有新的证据出来了 然后呢 人家就说 哦 我们当时给你判有罪是错的 就是把这个有罪的判决翻过来 这个就是翻案 对 不过呢 写这篇文章的人 他认为这种做法 还是现在这种观念 也是很不对的 嗯 他说 就是因为一些人啊 对权势与容貌之间的勾肩搭背 哦 勾肩搭背 这个成语往往就是形容两个人 比如男女谈恋爱啊 或者就朋友 对不对 对 两个人可以勾肩搭背 就是互相就是勾在肩膀啊 什么很亲密的 对对对 但是在这里 它的意思就是说 有些人觉得漂亮就是容貌嘛 对不对 漂亮的人就是要配有权势 有权利的人 对 这两个东西就应该搭配起来 对的 然后大家对这样的搭配呢 就往往容易采取默许 默许就是不说话 但是呢大家都同意 默许对 就是说可能这件事不太好 你不应该去同意或者接受它 但是呢你觉得也可以 你就没有讲出自己的不同意 对吧 这个就是默许 然后呢 甚至乐见其成 乐见其成 很高兴地看到 这样的事情发生 甚至推波助澜 推波助澜 就是从某一种方面呢 更加重了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对 推波助澜 通常好像都是不太好的事情 然后呢 你反而在那里很支持它 而且很要促进它的一个发展 旁边起哄什么的 对对对 推波助澜 好 那我们今天这篇文章呢 就是说到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现象 其实David有没有发现近几年 好像整容的啦 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 把自己弄漂亮一点 或者PS啊 还有你看美图秀秀这种软件 对吧 对啊 好像都反映了一个大家对于相貌的一种漂亮的追求 对啊 这个其实也反映了就是整个我们市场也好啊 都是一个眼球经济嘛 眼球经济 就是只要漂亮什么都可以啊 我不知道在国外有没有这种 可能也是有吧 因为前段时间我看一篇报道 他说就是心理学家做一个调查 说长得漂亮的小孩子 他的爸爸妈妈都会对他比较好 真的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其实可能就是人本能的一个 我们对于漂亮的人漂亮的事物就会比较的容忍一点 对因为就是漂亮的人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很很开心 然后感觉到很健康 然后你看了以后心情也很好 对吧 所以你看像韩国不是有很多就有电视的整容的节目 把一个丑的人搞漂亮 然后他的生活就改变了 然后中国每一年就是什么大学生毕业季 然后很多人要出来找工作 就是说整容医院生意很好 就是大家都觉得我如果弄得漂亮一点 我去面试这个成功率也会越高 机会更多 对对 前面我们文章里还说到有一部中国的电影叫至青春 对吧 里面有一句台词说丑人没有青春 这个说的好像也有点过分啊 不过反正中国社会可能就是现在对于物质 对于一些外在的追求会比较多一点 比较浮躁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对于这件明星吸毒的事情 如果你更想了解就是中国社会对于毒品的一种看法 都可以听听我们最近有一期文化的节目 Culture Show Important Chinese Things 就是讲的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到chinesepot.com slash blog上面去收听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slash two five two one slash two five two one